汽车排气管滴水是怎么回事 都知道汽车用久之后会陆续出现很多问题 排气管滴水就是最让新手车主担忧的问题之一 那么汽车排气管滴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都知道汽油完全燃烧后生成的是水和二氧化碳 水会在高温下形成水蒸气 但是当温度低于100度以后 水蒸气就会冷凝成水 如果冷凝的水滴很少并且悬浮在空气中 水蒸气就会呈现为白色的气体 如果冷凝的水滴积聚起来就会变成水 所以汽车排气管滴水是很正常的现象 这说明发动机燃烧充分 发动机雾化效果好 当然也会有例外 如果发动机中的冷却水箱发生泄漏 冷却水漏到燃烧室 也是会造成排气管滴水的原因